爱丁保释此举追随牛津、格拉斯哥和牛卡斯尔等事,撤销昂山素季的荣誉市民奖,系市政当局授予社区中重要成员获来访名人的荣誉,为表彰昂山素季在缅甸倡道和平。 与民主,该市于2005年颁发此奖给他,彼时,爱丁保市长还把他与曼德拉进行了比较,将他描述为压迫面前和平抵抗的象征。 报道认为,作为缅甸国务资政,昂山素季一再拒绝公开反对缅甸军方对若开邦Robin State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,该邦有超过70万人逃离边境前往孟加拉国。 去年8月开始的镇压行动,使一些村庄被夷为平地,数万人丧生,妇女遭到军方袭击和强奸。 联合国表示,缅甸军方的行为,等于种族清洗。 去年11月,爱丁保市长弗兰克·罗斯·Frankress致信昂山素季,呼吁他秉着不可估量的道德勇气和影响力,允许罗兴亚人安全返回若开邦。 在迟迟没有收到昂山素季的回复之后,罗斯打算在本周四发起一场市委员会运动,以期立即取消他此前获得的奖。 这将是该奖项设立200年来,该是第二次撤销该奖项。 1890年,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查尔斯帕内尔·查尔斯帕那因丑闻缠身而被剥夺该奖,未报称。 在过去的一年中,昂山素季的国籍声誉遭到了玷污,许多人认为他失眠,殿军方犯下罪行的共谋,并批评他冷漠,他屡次拒绝趁若开邦的那些国民。 为罗兴亚人,8月21日,昂山素季在新加坡演讲,时将罗兴亚人换作,来自若开邦北部的刘迪失所者。 他在同一场演讲中,将若开邦的乱局,归咎于恐怖主义,而不是缅甸军方。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,昂山素季在演讲中说,恐怖主义活动是导致若开邦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初原因,今天仍然存在。 除非这一安全挑战,只恐怖主义活动得到解决,否则社群兼暴力威胁将继续存在,这不仅给缅甸是一种威胁,而且对其他国家,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。 据观察者王此前报道,因为昂山素季在罗兴亚问题,尚让西方社会大失所望,而被摘除多顶桂冠。 2017年9月,英国最大工会之一公共服务业总工会收回授予它的荣誉会员身份,牛津大学圣修学院撤下它的画像。 11月,牛津市正式剥夺她的荣誉市民称号,伦敦经济学院投票,剥夺其荣誉主席职位。 今年3月7日,美国大屠杀纪念馆,宣布撤销颁发给昂山素季的埃利·威塞尔人权奖, 宣布撤销颁,谴责她不仅没有制止缅甸军方对罗兴亚少数族裔的种族清洗,甚至从未承认这一罪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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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